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我会尽我所能的尝试并学习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名专业救助所有动物的兽医 因为动物不会讲人话 无法表达内心的感受 这就是兽医存在的目的 为了达成我的梦想 我必须完成三件事情 第一 我必须兼顾我的学科 完成我的学业 第二 我必须阅读许多的相关书籍和知识 还有拜访兽医院 第三 我必须去兽医院实习 并看专业的兽医怎么做 我知道兽医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 但当你看到你把小动物医治好了 他们不会说谢谢你 但是从他们的眼神中 你可以感受到这股温暖的情意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兽医 我也有好好的去实践才能够达成梦想 人生没有奇迹 只有累积 如果觉得我的梦想可行 请给我一个掌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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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